包含就是说假如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那我们当然第一个要先什么 要判断到底有没有资料 他有没有输入 那什么时候判断 也许可以放在那个 当你新增之前 不过特别重要新增这个之前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可能会有一种状况就是 检查是不是空白的工作表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空白资料表 就是说你输入之前 确定一下这里面 如果假设是有这个问题 如果说你今天这里面是空的 那如果是空的呢 游标放在这里 那你感触向下 会变成什么 1048576 当然你可以这样判断 之前我有教过 就是如果是空白的话 那空白的话当然会是从什么 从第二列开始 不过其实除了说判断是1048576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判断他是不是里面是空的就好了 所以这个储存格 你当然可以打Sales2 豆点A A缆嘛 或者你也可以用Range Range直接打一个A2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假设要判断说 他如果是空的 那我就从第二列开始 那我可以怎么做 这边可以增加 就是说 是新增资料去判断 那判断的话 我们可以拿这一段程式 放在哪里呢 放在新增之前 新增资料之前 我先做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说 他是不是空的 如果呢 Range A2 假设说这里面是空的 那我就做什么 如果Range A2 他里面是空的 那我就从第二列开始 反之就是从什么 从他侦测到的那个列 再加1往下做 OK 所以第一个 当然如果空的是这样 那如果是有资料的话 他就知道说 那我就从什么 从这个地方开始 就是反正 只会有这两种 第一个是判断 是不是有资料 第二个话呢 就是怎么样 如果他输入的时候 里面是空的 有没有像刚刚这样 直接按新增 会怎么样 会卡住了 为什么 增错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停在这里 因为这里面 如果是空的 那当然转换 没办法转 里面没资料 没办法转 所以是这一行就错了 把它停止掉 这边把它停止 好 那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可以在 城市里面 什么地方呢 当然可以在这个地方 先判断一下 那怎么判断呢 基本上前面有写过 那个逻辑嘛 如果 如果什么呢 if 那哪一个呢 testbox 所以你打一个testbox 1 里面的资料 有没有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空的话 then 做什么 OK enter两下 end if 其实特别重要 将来如果你写 那个 VBA的逻辑判断 它的结果一定是这样 if then end if 中间这边是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呢 假如说 第一个储存格 它里面没东西的话 那我就怎样 给它一个一个讯息对话方块 怎么 也许 我看一下我这边是写的这个地方 会跳出一个是像这样子 请输入资料好了 OK 那我要在这个地方让它输入资料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一个meshbox 就是一个 这个的话直接输入到这个程序里面 特别注意啊 其实还蛮好记的 它是msgbox 后面的话是什么 请输入资料 那请输入资料之后 特别注意啊 因为它没有输入资料 所以底下程式 你就不能继续再跑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希望呢 程式跑到这边 先跳离的话 就是下面这个程式不执行的话 直接跳到end sub的话 请注意啊 你可以打一个叫exist sub 就是exist sub的叙述意思是说 到此为止 不要再往下走了 所以这里的话 把它执行 然后如果按新增 请输入资料 确定的话 如果你少了exist sub的话 程式还会继续跑 还是会错 所以exist sub 直接跳到最下面 就没事了 OK exist sub OK 好 那当然 你看这个这个填了 假设这个这个填了 可是问题这个没填怎么办 那还是会出出来 所以这个也要判断 这个也要判断 所以总共会的判断四个啦 那四个判断 其实就是 这一个 后面 当然你不用说写一个 然后复制再贴贴 不用了 你就直接怎么样 或 这边怎么样 Ctrl C 这边打一个空白键 偶尔用或来判断 或什么呢 或第二个 所以这边打一个2 然后呢 再第三个 所以可以这样 把它复制一下 第三个 那这边改成3 然后再来改成4 所以总共会有四个 这个 假设呢 只要是其中一个呢 他没有填资料的话 那就一定会跳出 请输入资料 而且并且离开 好 只去看看 这个 新增 错了 所以 假设我输入这个 这个也不会过啦 然后如果输入一个 然后再输入这个 按新增 有没有 还是一样不会过 除非怎么样 全部都有输入资料 按一下新增 他才会帮你输入过 输入过来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还没有什么可能性 当然第一个 第二个是假设他输入120分 这样不对啊 分数不对 所以我们要判断什么 这后面三个出存格 如果他输入的值 不是在0到100之间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跳出说 请输入什么 就像我们云南上看到这个画面 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数值 像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过滤 当然这第二个过滤 也是IF开头 所以IF判断 这一段 因为程式比较冗长 所以我直接拿这个来参考 OK 坦错试一下 然后我们一样放哪里呢 这个是OK了 所以这个是判断 如果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第二个是什么 如果说他输入资料 但是他输入的资料 不是在正确的范围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判断成绩是不是在0到100之间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判断 因为会有三个成绩 那这里没有办法说 一次做三个 所以变成怎么样 你要做三段一样的东西 除非说你可能将来学 那个共用程序的话 可以共用 如果不会的话 可能要做三次 一幅什么呢 这个里面的资料 大于100 那一定是错 或者是说这里面的资料 小于0 OK 所以其中一个逻辑 你不可能从此成立 不可能用end 那一定是偶尔 那就MagicBox 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 这个数字 然后呢 底下我比较贴心的 做法是 因为既然它里面的资料 是错误的 所以呢 干脆我把它里面的资料 给删掉 那其实删掉最简单的方法 是什么 丢一个空字串进去 那最后 后面这一行 我本来没写了 不过同学会 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 最后可不可以 把游标 干脆直接放在上面啊 因为你游标 没放上去 使用者不知道啊 对不对 更贴心 游标放上 那游标怎么放上去 很简单 在那个Testbox 2 它后面有个数 有个方法 点下去 那个方法叫Set SetFocus 顾名思义嘛 Focus就是它那个焦点嘛 SetFocus 意思就是油不要放上去 好 那一样的方法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 一样输入是某某某 YYY好了 OK 然后成绩输入120 按个新增 那当然它一定是 不对的成绩 所以呢 按一下确定之后 它都会进到里面 所以会跳出什么 请输入资料 因为底下还有 还有那个 所以这边还没输入完 反正先把 这个一定要全部 它一定会先判断 有没有资料 再判断 它的资料是否正确 有没有 就跑到这边来 那当然 按确定之后 我们有写了一个清除 然后游标再放上去 所以按确定之后 有没有 清除 游标放上去 那当然一样的方法 这个也要做 这个也要做 那怎么怎么做呢 比较 这个 可能比较 快的方法 当然就是 直接把程式贴上 这一段程式 有没有 直接再贴一次 然后把它改成 2改成3 这边都改成3 OK 好 那在3跟4 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有 防呆的机制 当然 你的表单里面 可能还有更多的 其他的条件 那这个部分 我想你就自己延伸 尽可能在输入之前 先把可能 遇到的状况 先掌握好 那未来 当你输入完之后 其实那个就一劳永逸了 就不用再去检查 到底资料 是否错误的问题发生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大概会有几个 延伸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这个是空的工作表 那我怎么判断 从第二列开始 第二个是 如果储存格里面 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那我怎么跳出一个警告讯息 让使用者知道说 这里你要输入资料 第三个是 后面三个成绩 假如输入的成绩 不是在0到100之间的话 那我怎么控管 那当然 这个只是我想到的三个可能性 那当然也许 你们在工作实际上 会遇到更多的 可能去 这个 过滤资料的一些逻辑 那当然 所以你要把什么 一幅的这个逻辑 学好 所以基本上一幅 后面有个逻辑判断 我前面有提过就是说 有一重的逻辑 有两重加一个else 有多重就是else if else if的这种逻辑 那只要善加利用 在这个表单设计上面 我想 你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因为后面其实输入之后 就是直接在单机上使用没问题 但是未来如果说你有可能会有跨 跨工作表或者是跨那个资料交换 那后面可能会需要用到资料库 那资料库呢 当然困难度当然也就越高了 你可能 e-sale怎么连资料库 或者是说 e-sale怎么跟资料库沟通 当然这部分后面 如果有时间再来讲 如果 如果这个部分 我预计是规划在那个 比较进阶的这个部分 所以当然如果后面有时间 我们再提 如果没时间的话 也许各位在看参考 或者参考云端上面 我有放一些 比较进阶的一些相关的说明